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留给你吃的哦 谢谢胖叔 我最爱胖叔的豆腐了 胖叔就爱把豆腐给小栗子吃 胖胖爹 可以卖钱的东西怎么又留给小栗子了呢 难得跟小栗子一起做生意 开心嘛 刚才看着小栗子忙得那么认真 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你没看到这孩子平时皮的 这孩子他不受教 难管呢 男孩子皮好啊 不皮反而令人担心呢 说实在的 我才欣赏你们家胖胖呢 总是主动 那才是真孝顺 哎哟 这天可暗得真快啊 得快点回家才好 可不是吗 说着说着呀 天就要黑了 胖胖爹啊 那我们就先走了 胖叔再见 哎 儿子 这个给你 这是你今天帮忙照顾栗子摊的奖励 我不想吃 不想吃啊 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哎 现在我最爱吃的是豆腐 小栗子啊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要不要说说看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呢 爹 你为什么这么不欣赏我啊 你是我的儿子 我怎么会不欣赏你呢 那你怎么老在别人面前说我不好 没有人自己夸自己好的 夸奖的话得由别人来说才是真话 胖胖爹不是一直都夸你好吗 爹听了就很开心啊 哎呦 好了 不要气了 咱们走吧 那你卖栗子的时候 还不是说你的栗子又香又甜 是全中国最好吃的栗子 难道我少栗子比不上栗子吗 我又不是卖儿子 卖东西当然得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了 不然谁还买啊 所以以后我得跟别人说 茶几不负责任 是个没用的人吗 哎 哎呦 话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这个孩子怎么跟我耍起嘴皮子来了 哼 脾气这么不好不说 嘴还这么坏 不管 下次你不准再跟别人说我坏话 不然我也要跟别人说你的坏话 不会不会不会 不管你了 我自己要先回家了 你可走慢点呐,我的话还没说完呐,下个月你娘生日,你可得好好记着,到时候要好好表现表现哦。 好了,可以翻面咯,剪得很漂亮,你很会煎蛋了嘛。 真的吗?那我今天就多煎几个,全家一人一颗荷包带,好不好? 好吧,既然你今天技术特别好,就让你好好发挥发挥一下吧。 小栗子,你知道下个月是什么日子吗? 小栗子,下个月你娘生日,你可得好好记着,到时候好好表现表现哦。 下个月?娘,是什么日子啊? 去年才提醒过你一次,你又忘了,下个月你爹过生日,你可得好好记着,到时候好好表现表现哦。 好烫啊!我来,我来好了,你去准备碗筷吧。 嗯。刚才娘跟你说的事,别忘了哦。 我知道,怎么那么多生日啊? 奇怪,下个月到底是谁生日啊? 小栗子,我找到了,找到了。 真的? 爷,原来真的有全家的生日表啊。 李大智四月十九日生。 哦,爷,你的生日是四月十九,那我呢? 小栗子,在这里,这里。 四月十四,爷,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五天呐。 那快找爹跟娘的。 嗯。 有了,李亨利,十一月十九日生,爹跟你一样是十九日。 这是娘,十一月四日,他们真的是同一个月生日。 真的,真的。 看来,他们两个说的话都是真的咯。 小栗子,你爹娘俩互相惦记着彼此的生日,感情真是好啊。 他们两个同一个月生日,那我可忙了,我该如何表现才好呢? 那还不简单,你帮你娘做家事,帮你爹卖栗子,不就好了吗? 哎呦,爷,那太没有创意了啦,要想点不一样的才好。 什么?过生日还要有创意? 嗯,要怎么样才能不一样呢? 嗯。 啊,有了。 有什么? 嗯,给爹买烧能防水的好鞋,这样下雨天做生意,就不必担心鞋湿脚冷了。 好主意。 爹娘,买条少了好久,都舍不得买的四斤。 可是,可是那得花很多钱。 没关系,我可以打工赚钱呢。 打工很辛苦的,而且你还要去上学,哪有时间去打工啊。 放假的时候啊,还有,摩羯常在放学以后去放养,我也可以啊。 啊,这么做好吗? 要不要考虑考虑,干脆爷站住你算啦。 嗯,不行,不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买。 摩羯,你瞧瞧我的模样。 什么事啊? 我像不像古代的英雄。 小栗子,看到你这么无忧无虑的,真好耶。 看到你手上的书,我就有忧有虑了。 我正想提醒你呢,考试就快要到了,你要多利用时间准备才行啊。 生日礼物固然重要,课业也不能荒废啊。 小栗子,不要吵架,不要吵架,不要吵架,不接,我去赶羊啊,回家再看书好了。 羊,不要吵架。 小栗子为什么还没回家啊? 爹,小栗子她一定又是贪玩,忘了时间,等她肚子饿了,她自然就会回来了。 可是,我还是会担心啊。 爹,您不用担心了,我有预感,小栗子马上就会回来了。 我回来了,好饿哦。 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等等,你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这几天你都这么晚才回家,你到底上哪儿去玩啦? 因为,因为月考就快到了,所以放学,我都到摩羯家一起温书。 跟摩羯一起温书是好事,好啊。 温书?温书会温得全身脏兮兮的,谁会相信啊? 哎哟,这是在学校做局时弄脏的啦。 快去洗干净,大伙都在等着你吃饭呢。 是。 诶,等等,这孩子有点不对劲啊。 你有没有发觉,他最近表现有点奇怪? 就是啊,而且我闻到他身上有股羊骚味,是不太对劲啊。 怎么会有羊骚味呢? 我也觉得奇怪,这样好了,明天我就偷偷地跟着他,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这份考证一半没写,写了的还错了一半。 怎么会这样呢? 那晚我看他打着瞌睡,还硬撑着努力看书,还觉得这孩子变得用功了,结果…… 小栗子啊,他最近上课精神不太好,常打瞌睡,考试那天就是因为睡着了,他才没写完,所以成绩。 爹,爹,你们怎么都来了? 你自己看。 你说,你为什么放学后要去放养? 我,我,因为我…… 小栗子啊,是为了买生日礼物啊。 爹,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把礼物拿出来了啦? 爹,不忍心看你被误会啊。 小栗子啊,要送爹一双能防水的好鞋,这样雨天做生意,就不必担心鞋尸脚冷了。 又说啊,这是你想了好久都舍不得买的丝巾啊。 这孩子…… 小栗子可是一片孝心啊。 你的孝心,爹不指责你,可是你现在的本分,应该是先把书念好才是啊。 爹,娘,对不起,方丈,对不起。 小栗子啊,你立心虽然良善,方法却不对。 要知道孝敬父母不仅物之风呀,还要服从,尊重,才是绩效且顺呢。 小栗子啊,你听懂了吗? 小栗子知道了。 嗯 嗯